加息的问题似乎没有预期那麽严重, 昨天加息加0.75厘,下次加息已经9月, 即是我们有8月到9月中有个半月时间探头, 个半月时间究竟香港会面对港元沽售压力大不大呢? 沽售压力大是说套息活动,不是说投机活动, 正常的套息活动来说看形势, 现在每个月可能在香港银行的结体结余, 可能每个月都要跌成千亿, 现在剩下1600多亿,即是跌了个多月就跌了, 但金管局或陈茂波,金管局有这麽做, 陈茂波就少少少了,他应该出来解释给大家听, 香港货币基础那四个基础是什麽, 而银行体的结余只是四个基础其中一个, 即是如果你用基础, 你用一个活生生的方法演绎给香港市民, 就是基础本身每一个基础, 四个货位基础包括港元紫币, 包括港元硬币,包括银行体的结余, 包括金管发费的债券, 未尝还的债券, 这四个基础其实应该看成一个钱包, 即是说香港政府或金管局, 其实有四个钱包可用, 还有第五个钱包, 就是海外投资,那裡有三四万亿限地, 那裡有第五个钱包, 那裡比较难移,那些接近都不是不动产, 但是你要捕那些钱,那些钱包更加难用, 但有四个即刻用到的钱包, 即是说包括港元紫币, 包括港元硬币, 包括银行体的结余, 包括金管局未平的债券, 这四个钱包可以令到金管局, 随时拿到一万九千亿出来, 是对抗港元沽盘的, 即是说这方面, 其实金管局或陈茂波, 是应该责任讲清楚给市民听, 就不要令市民或坊间有些KOL, 就误会在四个货币基础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银行体的结余, 如果剩下那一千六百多亿用完, 香港政府就无钱去抗击炒卖, 或者追击港元的一个炒卖活动, 这不是的, 四个钱包加上, 尤其是最后金管局的债券, 加上那一万一千多亿债券, 即是加上这四个钱包, 有成一万八千多到一万九千多亿, 不是说只有一千六百亿, 这方面我始终觉得, 金管局及陈茂波对公众的解说都不足够, 就算金管局一早出来了, 就算加息也好, 都不会影响港元稳定, 他讲了, 但都不能活生生令市民明白, 为何不会影响港元稳定, 这方面我相信陈茂波好, 或者财政司副司长好, 又或者金管局好, 都应该多些跟市民解释, 现在你讲讲加息的步伐, 昨天鲍威尔在加息以息后, 接受记者访问, 他讲了心底里的说话, 第一个美国普遍, 大家可能到现在都未必侧重到, 究竟美国政府在加息步伐里面, 会看通胀先还是会看经济增长先, 原来鲍威尔已讲了, 他会看通胀先, 他们讲明压制通胀是肯定要做的工作, 即是说如果压制通胀去到要经济衰退, 可能都是一个选项, 这是一九八十年代是八十年代时发生过的, 是因为通胀超过十厘, 所以当时是无办法怎样做任何财经工具, 都无法压制通胀, 结果当时是要压制经济增长, 压制整个经济, 是要令经济衰退, 这样压低通胀, 这某程度上讲了鲍威尔是会看通胀先, 多过看经济先, 但鲍威尔亦有回应, 现在经济是否衰退, 他说不是衰退, 现在未去到衰退只是增长慢了, 他看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新增就业职位, 每周都有几十万个新增职位增长, 第二个就业失业率即不出率或失业率, 都是在十几年的新低, 第三个名义工资有增长, 这三件事原来鲍威尔在他的财经任务上, 他会看的其中三个因素, 这三个都是美国人的痛点, 第一个是失业, 如果就业不足即没有职位, 大家不断可能要面对不早的职位, 便会流失工作, 甚至乎收入是没有增长, 甚至是向下, 如果这三个因素去到那个地步, 鲍威尔的暗示便会停止或拖慢加息, 他即是说, 只要这三个数据包括就业不足率, 包括职业率, 包括新增职位, 包括工资名义增长, 只要三个数据仍然平稳或向上, 鲍威尔仍然会加息, 但当这三个数据有一些暗示, 这三个数据开始恶化, 即是大家可能职位少了, 可能工资小了, 鲍威尔就可能会将加息步伐减慢, 鲍威尔和最后都讲一句, 他就说他今次的加息是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即是说他是看着经济衰退, 他虽然加息, 虽然经济增长放在第二位, 但他仍然希望经济有增长, 慢点都有增长, 并不是希望衰退, 即是说今次为何当美国以息完之后, 决定加0.75厘, 股市达成500厘, 美国股市达成500厘, 原因不是因为他加了0.75厘, 因为日坊间有时讲加成1厘,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反而因为鲍威尔后来这段说话, 是令大家解读鲍威尔并不是那麽鹰派, 就不会不断加息去按通胀, 去到如果经济无办法增长的时候, 他就会收斂, 这一个某程度上可以看到, 美国有机会在九月或十一月加息那两次, 甚至十二月, 现在三次, 今年还有三次加息, 就是九月十一月十二月, 这三次加息美国有机会温和些, 好看现在由八月一日去到九月中的经济表现, 对香港来说, 如果美国不断加息, 香港是无办法的, 一定要跟, 如果香港跟的话, 美国现在一加已经加了两厘多, 如果美国再加下去, 譬如我们去到九月再加一次, 十一月再加一次, 每次加一半厘, 美国总共加三厘半息, 香港跟不跟到呢, 如果跟三厘半息, 香港很多人可能在楼价方面, 楼价股价又跌了, 再加上本身工资可能又下跌, 息再加了, 可能很多资产的质素就会降低, 虽然现在的压力测试很强, 但压力测试当中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楼价本身, 第二个是那个人的收入, 即是香港公有的人的收入, 第三个就是本身的利率, 如果三个都倾向国化那边, 即是利率要加, 公楼人的收入下跌了, 而楼价又跌了的话, 即是说本身这个本身在支持计数, 是通过压力测试的人, 可能会跌到不合格, 即是说亦有机会出现, 他真的可能供不了楼, 这一个情况可能心理上会立即有影响, 令到香港楼市可能会冰封, 或者可能会淡静一段时间, 这个在03年04年沙士都见到, 不一定是因为息口, 而是因为心理质素, 心理影响, 当然现在可能你见到中原美联那些, 即刻出来撲出来说, 譬如说什麽呢? 他就说如果香港通关的话, 那就行的了, 现在只欠大陆条水, 当大陆条水下来的时候, 香港就会行的了, 他说这句话, 不是一定不行, 但大陆还有没有水下来, 大陆现在都缺水缺得很紧要, 反正大陆人, 即是在国内的人, 就算在闲资也好, 可能都不够胆, 随便再投资在楼市方面, 因为在大陆投资楼市现在是损手烂脚, 他还够不够来香港投资呢? 又或是他们会觉得, 不是, 你想想, 因为国内的投资机会小了, 所以他们有闲资便来香港, 有可能的, 这还要看大陆是否将量化宽松, 会进一步扩大, 或是否进一步落实, 将银根放宽, 基本上可以这样印银子来谷经济, 如果大陆真的这样做, 香港的楼市有机会就算息口上升, 都仍然会升价, 原因是国内人真的会涌出来买, 因为他们国内少投资机会, 如果国内有些热钱, 你用来香港拿着这件货, 对国内来说是一个投资机会, 但如果国内即大陆本身不去做一个量化宽松, 不去做一个印银子的方法, 而且他可能在对资金进出管极更严, 对香港来说少了一条很强的山水, 变成香港人糖水滚糖鱼滚不了多少, 例子就是你见到日出看城附近, 曾经澳最近一个盘低价开售, 比起现在周刊城的价还要低些, 你见到他都无办法卖个满糖红, 都不是说一晚卖完单位, 都要拖着来买, 可以见到现在发展商开价, 已有几个盘不是贴市, 是低过楼市, 西红基也有盘在北边又低过楼市, 即是在兆康站后面的盘, 又比当区的楼价还要低, 他未必可以卖个满糖红, 但发展商明显已接受现实, 楼价需要调整, 即是大家预期楼价可能需要调整, 陈茂波说调整幅度不会很大, 但他又无具体, 陈茂波最差这件事, 他讲的事出来永远无说服力, 他无一个具体的原因告诉大家, 为何不是, 陈茂波说的楼市不会大跌, 但现在你只看屯门邵康站, 讲他新盘价格比起平均10年楼宁的盘 还要便宜超过一成, 你可以见到现象, 即是新盘质素好些, 楼的新证程度好些, 设施又好些, 但楼价比隔离的盘, 10年盘便宁成一成有多, 你可以见到未来楼价跌幅有几大, 都几indicative, 下调或上升就好看香港政府做些甚麽, 但现在香港政府什麽都不做, 可以见到什麽都不做, 但政府成立了整个月, 你不能说我要计划, 我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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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说, 现在你这些全部讲行政上的评分, 或者行政上满足习近平给你那份史卷, 但现在讲香港而微之急, 面对失业, 面对收入下降, 面对经济活动疲弱, 面对其中一个习近平不讲, 就是发展无动力, 即是无事好发展, 现在就是说, 之前讲金融业支持香港, 其实真是金融业支持香港, 但现在金融业无山水, 无大陆企业来香港上市, 也无之前所讲美国上市的大陆企业 会回流来到香港上市, 无这些事發生, 变成金融业是其中一个本来都几支柱的工业, 收入几高的工业都现对问题, 接着你看其他各行各业, 无一样好, 就算你说李家超不懂, 李家超政府智囊团都未出现, 行政会那班全部不够, 你说有个智囊团成立的, 是一个特首政策组, 政策组又未成立, 或者政策组成立了都不知 有无这些适当的人员可以提出意见, 会否其实应该回去看, 商界在这方面尽一尽力, 本来商界是习近平口中, 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是自国的人, 自治香港的人应该有勇气突破这些事, 但如果你想自己表现你并不是一个破坏者, 或者你并不是一个守财奴来的, 不是拿了钱我只是自己毒肥, 会否现在商界去想一想一些方案交给香港政府, 去怎样刺激香港经济, 怎样令香港经济有增长, 怎样令大家就业有保障, 怎样令大家工资有机会上升, 怎样令大家个生活觉得好些, 如果香港政府想不够, 会否商界帮手想一想, 就将方案交交给政府, 这方面我觉得现在是要做的, 现在香港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现在陈茂波是个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不作为的人, 已经讲完了, 他什么都不做, 只是玩一盘数, 一个会计佬, 将一盘数比较好, 他们觉得自己做好些, 他将一盘数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是在害社会, 为何呢, 在社会需要政府扔钱下来去刺激经济, 去令社会有足够流动资金去设激经济的时候, 他就收紧它, 之前林俊又讲的, 包括百分百贷款, 包括补就业, 全部被陈茂波收紧了, 全部更加难放出市场, 结果今天是这样, 市场不够资金不够流动性, 怎样可以有发挥呢, 只会出现不断有倒闭, 不断有关门大吉的情况, 陈茂波根本无能力做到, 陈茂波下面的黄伟伦又是不得的, 怎样呢, 其他官员, 一些技术官员是讲房屋问题, 是讲土地问题, 不是讲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陈茂波可以找谁呢, 现在基本上没有, 陈茂波找不到, 李家超能否帮他找呢, 李家超知道自己的特首政策组有无人呢, 如果又把刘兆佳进去, 放下来的这些人都不知可以想些甚麽出来, 好,简单讲, 我在这都希望呼吁下, 商界这方面其实可以发挥一个更加积极的状, 去给一个package, 或是给一个发展的方案给香港政府, 等香港政府想一想, 他怎样可否接纳部分的建议, 去退育经济, 或短期之内防止后林郑政政策后遗症, 例如林郑有一个政策是在行保就业的, 是保五六七月的, 七月的钱还未放, 六月的钱很多公司还未放, 现在已经七月底了, 林郑放钱是一个滞后, 过几月, 滞后放钱可能的原因, 你现在陈茂波想摘靓六月盘数, 令六月盘数靓一靓, 不用钱放钱在户口便便靓, 但到现在你要放完之后, 这些公司可能裁员可能倒闭, 这一个怎样去防止的情况出现呢, 现在未来你说派消费券是否很劲呢, 三百多是否可以推得很动呢, 不是的, 三百多是很短的, 几日就已经完结了, 即是要烟翻顺山即逝, 怎样可以令到香港经济好些, 怎样可以令到店铺不用闪门大吉, 怎样可以令到大家好些呢, 人家加拿大就是帮雇主派七成工资, 帮雇主交租, 现在好多人交不起租, 出不起粮, 好多好多公司, 还要加上资产价格, 股市又跌, 加密货币又跌, 好多老板现在伤到不得了, 如果政府还不够的话, 跟着香港就不用讲了, 下半年你国庆之前只会愈来愈差,